2月14日由哈电集团和GE燃气发电合资组建的哈电通用燃气轮机有限公司生产的首台国产HA级重型燃机在秦荒岛重燃基地顺利下线 该重型燃机长11米总重达400吨理论上可驱动6艘辽宁号航空母舰 这标志着国内重型燃气轮机的生产制造技术水平实现了突破 在全国能源装备制造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HA级燃机技术代表着当前燃机发电领域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GEHA级燃气机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之一 也是全球近几年装机量增长最快的燃气轮机 特别适合在大城市集群用作纯宁发电或作为调风机组与可再生能源进行互补 其中9HA.01燃机电厂的伊托伊联合循环出力可达到661MW 9HA.02燃机可达到838MW 容量与国内660MW和1000MW煤电机组相当 完全可以作为集合电力替代燃煤电厂使用 在效率方面 9HA.02燃机联合循环效率已经达到64%以上 与此同时GE旗下的HA级燃机目前已经具备了50%的燃氢能力 GE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HA级燃机100%烧氢 本次下线的燃机将运往广东惠州 用于惠州大亚湾石化区综合能源站 该项目投产后 燃机将采用10%的氢气掺混比例与天然气混合燃烧 成为中国首作天然气氢气双燃料的9HA电厂 为当地新增1.34级瓦的供电能力 作为GE在亚洲唯一的重型燃机制造核心基地 哈电通用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除了HA级燃机的本土化制造 未来还将实现9F级和9HA级别燃机热通道部件 燃烧式部件等的本地化生产 逐步建立国内产业链提供本土化制造与一站式全寿命周期的服务 而热通道部件及燃烧式部件作为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 其本土化生产对于H级重型燃气轮机国产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该部件的制造技术专业化非常强 设计了结构力学材料学 气体动力学工程热力学 转子动力学流体力学等前沿科技 是多学科多专业多领域先进技术之极大成者 燃机热通道部件包括燃烧桶过渡段 透平喷嘴和冻叶片 在1100至1400摄氏度的工作温度下 这些热通道部件仍然需要满足各种机械强度 和高温表面稳定性的要求 1400摄氏度已经接近制造这些部件的 基本金属元素镍骨的熔点 而在这样的高温下 这些由金属制造的部件仍然需要有很高的 抗断裂强度 抗乳变性能 抗氧化和抗腐蚀性能 抗热机械疲劳 以及其他作为大型高速转动的机械设备运行部件 所必要的各种性能 燃机热通道部件的制造原料 以镍骨为基材 另外各种强化微量元素 这类合金统称为高温合金 在高温合金中所加入的微量元素 形成各种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通过几种不同的强化机制 来增强高温合金的高温机械性能 和高温抗氧化抗腐蚀的能力 同样的 燃气轮机燃烧室 也是用高温合金材料制作的燃烧设备 在整台燃气轮机中 它位于压气机与涡轮之间 主要作用是进行有效的燃烧 控制燃烧出温 及控制氮氧化物的生成 从60年代起 材料科学界的研发人员 就不断地试制各种高温合金成分 因为即使化学成分中 千分之几的微量元素的变化 也可能会使高温合金的机械性能产生质变 而且这些质变 需要在长期的同等高温模拟试验条件下 才能测试出来 每个实验中 技术人员都需要进行长达10年的观察 记录和分析 所以高温合金的设计牵涉到巨大的研究资金的投入和长期的实验 在实验室试制成功或小量生产出高温金属样品 不等于能够大规模连续生产出同等质量的高温合金材料 进行高纯度的大型高温合金冶炼对设备工艺人员有着严格的要求 用于大型高温合金冶炼的感应式真空熔炼炉的真空要求非常高 冶炼出来的高温合金中的含氧含氮成分需要保持在万分之一或更低的水平 这对真空熔炼设备制造水平也有极高的要求 对于在重型燃机研发起步较晚的中国来说 如果能自主生产所有的核心部件 并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届时整个国际市场都将重新洗牌 这次国产HA级重型燃机的下限就是个苗头 估计美国已经开始想办法怎么制裁了 不过话说回来 气垫虽然作为一种清洁稳定高效的电源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备受青睐 但由于中国资源禀赋的差异 气垫在中国电力装机中的占比一直不高 在能源转型中的优势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截止2021年底 广东省气垫装机容量3054.6万千瓦 在全省电力装机中的占比为19.3% 而全国的气垫装机比例仅有4.58% 要实现新时代下中国能源转型的目标 第一要尽量淘汰燃煤机组 第二要大规模增加可再生能源 第三要不断通过技术的努力与创新进行转型 但是当电力结构中新能源比例越来越大 由于不稳定性的特征就会面临电网波动乃至缺电的风险 至于燃气发电集团的总经理马骏认为 既要满足足够的电力生产为电力需求做补充 又要能调网调风调气以及作为绿色能源 降低排放与能耗 以高效高容量燃气轮机为依托的燃气发电 便显得邮具开发价值 为了改变中国贫有少气的资源特性 增强抵御能源危机的能力 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引进及开发气源 不管是俄气免气引进 建LNG接收站还是西气东书 探寻液研气资源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全国气网 这为中国上马气垫项目解决了最大的障碍 除了广东江苏浙江这些沿海经济发达省份 气垫开发本就走在前列 书里发现以前没有大规模开发气垫的省份和地区 已经开始规划 气垫项目正成遍地开花的趋势 在各地上马 譬如四川 大量依靠水电的它 本就有着季节性调风需求 再加上它还拥有着巨大的液研器开发潜力 上马燃机电厂调风项目自然不在话下 同样西北东北等风光资源丰富的地区 如今有了额气的供应和国产气田的补充 也有需求利用燃机电厂项目进行调风 再说北方地区还有着庞大清洁供暖的需求 经经济地区就将大量的燃机电厂作为供暖主力大力推进 全球数据显示 应用于天然气发电的燃气轮机已从最开始的普遍使用轻微燃气轮机 过渡到使用重型燃气轮机时代 而在重型燃气轮机领域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 燃气发电已迈入HA时代 从下图统计可以看出 在2012年之前 全球气电市场基本上都是使用FG燃机 2010至2012年左右HA级开始不断占有一定比例 到近几年以及未来5到10年 HA级比例将成逐渐增加的趋势 而随着HA时代的开启 中国发展天然气发电也将迎来新的篇章 氢能作为被寄予厚望的未来能源 亦是燃气发电燃料的有效补充 目前中国已经将可再生能源至氢项目提上日程 重点推进 将氢能用燃气轮机的燃料作为补充 既能解决天然气供应的突发短缺危机 亦能解决可再生资源至氢后的运输问题 直接将氢能转化为电能输送利用 而天然气掺氢还可以提高天然气燃烧效率 是燃气发电未来实现零碳排的关键路径之一 也是GE一直在大力推进的重要方向 本次落实的惠州大亚湾石化区综合能源站 就是中国首座天然气氢气双燃料电厂 另外目前国外欧美等地区的辅助服务市场 碳市场发展比较成熟 气垫可以通过减排在碳市场获得补偿 也能通过调风调频黑启动等辅助的服务 获得更多收益 未来如果国内市场机制能进一步完善 对燃机电厂来说将是更大的机遇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想了解中国哪些领域的科技突破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